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专头,今天我来到了聚县林两宫里处的旅村 藤王李渊泽,唐宗室大臣,唐高祖李渊第十二子,母亲为王才人 在武多四年公元621年,李渊泽出任雾州刺史,封为金王 贞官十年公元637年,为隋州都督,改封盆王 不久,因索川贯府过于奢侈,远己被罢官 贞官十七年公元643年,任黎州刺史 从此改变着风,历经图治,颇有政绩 公元651年去世,唐高宗闻言时深痛哭 追赠司徒、荆州大都督陪葬县林 其墓在县林东北方向两公里处的旅村 其风土残城,墓高约十米,底部周长约八十米 南边有道洞 李渊泽一生没有儿子 后过去祸王李渊鬼之子李炫为后 龙首年间李炫被封为南昌王 李渊泽一生起伏得当 后改过自新 历经图治,终得善终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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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